看到義大利人 我們覺得他們太愛穿西裝 然後穿得太正式 蛤 我們看到這些穿西裝的義大利人 會有兩個樣子 是 如果是蘇油頭 然後就是很MAN這樣 我們會覺得他是不是黑道 喔 Moffice Moffice 對 而且如果沒有蘇油頭 然後有點像維加的 我會說 他是不是吸血鬼 啊 合理嗎你 合理 你看 臉那麼 那麼年輕的樣子 吸血鬼是那個燕尾服那一種的吧 對啊 很長 對啊 你看他臉那麼年輕的樣子 你現在長得才像 躲在蟲草蟲裡面的吸血鬼 你比較白色 但是我覺得那個義大利人 除了這個西裝鼻挺真的很帥 除了穿著我以外 我覺得他們對頭髮也很重視 這一點是我永遠沒辦法享受到 就是他們很愛 很愛蘇油頭耶 而且他們的油頭是 現在又流行那種 旁邊削得很薄 你也可以蘇油頭啊 可以嗎 你就抹油在頭上 這是真的油的頭 好不好 比較油的頭 我以前有個同學就是啊 他每天問人弄那個頭髮 室友 就是這樣可以弄半天 而且他們很習慣 他們有一個特殊的風格 就是不管在裡面 或是說出去外面以後呢 吃完飯以後 只要被風吹到一點 一定到廁所去 二三十分鐘 我想說他在幹嘛 比女生還要久 結果原來是他去那個廁所裡面 是不是有那種 吹手的 他就直接這樣拿 這樣把它轉起來有沒有 然後就開始這樣 帥 重新整理頭髮 然後再補那個油辣 那個髮辣 好有畫面 這樣弄上去以後 真的是帥氣 我覺得除了西裝的話 加油頭真的加分 真的啊 那韓國呢 韓國是什麼樣的經典服裝 韓國有什麼經典服裝 不是這個 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經典服裝 你幹嘛出來 我等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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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換的是 就是破的要很可憐 破掉的牛仔褲 一定要有 要通風 是 而且這個是 如果你冷的話也可以穿啊 或是去看電影 女朋友冷的時候 對 韓國男生真的很愛穿這樣 對 在腰間風 對 而且這個帽子 帽子怎麼了 就是要不一樣的顏色 整個就是 很特別亮 可是這個顏色一般台灣人 沒辦法接受 綠帽 如果我唱OK OK 沒有機會 對 還有我的手錶 手錶是紅色的 不是 黃色 色都好跳 這意思是說他有配色過 而且他耳朵也不同顏色是紅色的 對啊 紅色 沒有 但是我覺得他們穿得太熱了 不熱嗎你們 對不對 你看起來裝和兵傻 真的是太熱了 不好意思 你好意思說他們 韓國很多的偶像劇裡面 男生也都穿這樣 風衣啊什麼之類的 對啊 那是偶像劇 孔劉都穿高領的大衣 你什麼時候要放過孔劉 來 三天放過孔努劉 拜託 這是歌迷們的新生嗎 對 這是整個大韓民國的新生 還有韓國經典的 蛤 為什麼要這個 什麼 最好經典的 等一下你要不要看我們台灣經典的拖鞋 台灣是藍百拖 我知道 韓國是三線拖 三線拖 對 而且要配襪子 一定要配襪子 韓國人最討厭不配襪子 那個是英國的衛法 然後你配襪子的話 你不可以出門 欸 這我們高中就有人在穿啊 那個是真的衛法的 我們小學開始穿這個好不好 在英國是違法的 在違法的 違法為什麼 你穿脖鞋還是涼鞋 跟陪那個襪子的話 就是沒辦法 是你的那個 是你的 那個叔叔 叔叔會穿的 是granddad look 就是老人家 就是他們沒有腦袋 就是這樣的 不小心穿這樣的 很老 他講完說 穿這個是沒腦袋的時候 賈斯汀說他們國中就穿怎樣 沒有 沒有 還有 還有 還有很多人以為 韓服是一定是 什麼特別結論 這是韓服 這是韓服 這是改良版 這個人是無名士 是不是 對 對 這是改良版韓服 在路上也可以穿 很方便 我知道韓服都是高腰 而且到這裡啊 可是可以穿這麼短嗎 對 這是一套的 現在才能這樣 如果下面一定要穿 三線脫 好 真的假的 誰要這樣穿 好 我不知道我不受了 OK 冷凍 你們被罵得還不夠嗎 對 多少網友就罵你們在這邊亂交 對啊 改良式韓服好特別 穿成這樣 那法國呢 法國有一件衣服 你一定有的是 這樣的 調紋 對 我們調紋力敷的 有不動的 我最喜歡是這樣 但是我們每一個法國人 一定有這樣 是比較輕鬆一點 然後 當然我們跟英國 跟義大利 我們比較在乎 所以也會穿西裝這樣 但是 每天你穿 特別是穿這樣的 有一點 乖乖的 但是還有多一件衣服 法國人 我們一定大家都會有 貝雷帽嗎 對 男生跟女生 都會有 我老婆 第一次我們約會 在英國約會 她要給我 她要穿一個貝雷 她也是很喜歡 所以要給我 像一件有一件這樣 法國的味道什麼的 然後大裝我覺得 太好笑了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 大裝的是跟 你們台灣女生有很多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冰冰的 沒太正了 台灣還有另外一種戴法 她覺得真正的太 太想哭了很蠢 是這樣子啊 這就店老二啊 小紅包 小紅包 小紅包變小二 小紅包變小二 小紅包 誰這樣啊 我給你幹 我給你幹 她看到她明天想跟她 點二斤白桿 所以要戴斜斜 是不是 謝謝的 這樣還好看 像那個貝雷帽 大部分應該是冬天戴 夏天是不是你們戴比較多 都是你們現在戴的這個帽子 我每次有個問題 就是像前一陣子在法網啊 打那個網球公開賽 我每次只要看 是發的還是什麼 怎麼都一樣啊 所以我就很好奇 我想問說 法國人 法國人只戴這種帽子嗎 因為我每次看法網 所有的觀眾席一戴 青一色 全都是這種 一模一樣的這種帽子 但是這個是比較新的一個流星 對 在兩三年這樣 Berry我們從1920的時間 到現在都會戴 可是法國真的看到 都是這種 而且男女都戴喔 因為我們覺得 肩膀也是比較好 不要戴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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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中槍 不要戴複雜 日本的經典的衣服 就是應該大家去日本過的人 應該知道就是這樣子 就是路上都是穿西裝的 上班族 戶口身的西裝 然後在路上或者是 什麼扭動店啊 或者是在店 你講快一點好不好 對 我以為扭 你有扭朗店 扭動店 隨時隨地都看到這些 都穿這樣 對 就是日本的印象就是 上班族就是穿這樣子 然後日本非常多上班族 肌膚的男生 幾乎都是上班族嘛 所以就我們從小到大 印象中 工作的人 等於是 穿西裝 對 所以就是 日本人來台灣玩 然後看到那個街頭的 台灣人在走路 大家都問我說 台灣人是 沒有人在工作 沒有人在工作的那種感覺 對 就是沒有穿上班的西裝 就感覺好像不是在上班 這樣子 因為早上往上都是 日本是 都是上班的 都是黑 然後就領帶的 都是深色的嗎 還是也有像湯姆是這樣 不行不行 都是深色的 你們上班族一定要深色的 一定要這樣子黑黑的 那其他國家呢 上班族一定要穿深色的嗎 對 可是我們不會穿西裝 我們穿上班的織服 就是不同的工作 有不同的織服要穿 對 今天我要講的就是 日本穿著 讓外國人不舒服的一點 喔 在我們眼裡 在我們眼裡 日本人他們有三種穿 穿著 穿法 第一個就是傳統的和式 和服 那個OK 很好很漂亮 第二個呢 就是到處看到的神經病 那種Cosplay 例如說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去年有一個訪問CNN 他們有訪問到一個教授 工程的教授 然後他穿Sailor Moon的衣服去上課 對 美少女戰士 然後他們覺得是OK 因為這個是Cosplay 好 Cosplay我不多說 但是我要講另外一件事 就是這個東東 蛤 這就假設定的拖鞋啊 不是 這個 我們最無法接受就是 日式拖鞋穿法 因為他們很喜歡搭配 白色襪子跟拖鞋 這個在義大利有一個專有名字 所以你是因為是顏色的關係是不是 對 白色襪子在義大利有一個專有名字 是什麼 倒陽 解開襪 如果是女生穿的就是解開 如果是男人就是倒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在義大利沒有真的 因為在義大利只有 屍體才會穿白色的襪子 學生不會嗎 運動不會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穿西裝的話 就是不要穿襪子 你可以穿那個穿型 就是看不到的那種襪子 隱形的 那我們只好看到白色我們就會覺得 非常非常不舒服 那就更不用說 你這樣子不會覺得很不舒服嗎 就又穿拖鞋又穿襪子 這樣子才舒服啊 而且這樣才好看啊 對啊 你穿那個那個雨衣啊什麼的 比較有清潔感 然後沒有穿那個襪子配拖鞋 就很難看耶 現在這個年代是 如果穿白色的東西會被笑 襪子的話會被笑 所以就乾脆不要穿襪子 那你今天身上穿的是什麼 對啊 這個是美國南部 來來來出來看一下 的特色 可以 замет一下 구독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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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